功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传承已久的文化 但如今中国功夫已经成为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一张名片 许多外国人也因此认识中国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许多外国人都是因为中国功夫与中国结缘 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只会学习中国功夫 那么这帮老外究竟练得怎么样呢 其实许多外国人来我们中国学习功夫都是学一点皮毛 但功夫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学皮毛 因为功夫除了能够进行自卫比赛之外 练功夫还能强身健体 国外一位老大爷就非常痴迷于中国功夫 但是他并没有千里迢迢跑来中国拜师学艺 而是自己研究功夫 虽然说这样很难学到中国功夫的精髓 而且自己也很难去矫正一些不对的姿势 但是看着大爷练功的画面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每一拳每一腿都恐怖有力 仿佛一朝一世中都带着风 后空翻更是不在话下 如今大爷仍然坚持练功 虽然说大爷并不是用功夫去比赛 但是他的爱好就是中国功夫 因此他每天都在坚持 相对于我们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太进攻尽力 学功夫就是为了比赛或者是卖艺 因此也诞生了许多让人吐槽的假功夫 也许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们应该学习老外的功夫精神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